我们都知道的老牌创意歌手郑静一 她不仅是个杰出的歌手 同时还是备受喜爱的综艺节目的主持人 她出生于台南 自1982年起 便开始为其他歌手创作词曲 可谓才华横溢 她的代表作《家后》 这首歌的背后正是她的心血结晶 在那个年代 这首歌可谓是家喻户晓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然而除了她的音乐作品外 她的感情生活同样引人注目 2012年4月 一则新闻震惊了整个娱乐圈 57岁的离异艺人郑静一 突然宣布喜得千金 并且还要大摆宴席 庆祝孩子的满月 而这个孩子的母亲 并非她的前任女友 而是她的前前任女友 就在不久之前 郑静一刚刚与女友谢思慧分手 据知情人士透露 他们最近的关系已经降至冰点 分手似乎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然而就在一年前 郑静一因涉嫌违禁品事件 而陷入低谷 在节目中 她深情款款地向谢思慧表白 希望她能原谅自己 甚至在与谢思慧交往期间 她曾信誓旦旦地表示 绝对不会再婚 可如今却传出 她与前前女友生下了一个女儿的消息 真是令人瞠目结舌呀 尽管如此 郑静一对于生意 还是保持着低调而又兴奋的态度 她决定高调地为女儿举办满月酒 还大方地表示 欢迎大家送红包 让女儿沾沾喜气 关于女儿的母亲 到底是何许人也 郑静一坚决不肯透露半分 而且还斩钉截铁地表示 自己不会再婚 对方在怀孕前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所以双方父母都能够接受 甚至还开玩笑地表示 女儿还没取名字 就先叫郑咪吧 2020年65岁的郑静一宣布 将在89月份 分别在台湾的北部 中部和南部 举办三场歌迷见面会 她还特意邀请了热爱表演的 八岁女儿郑宇童 作为特邀嘉宾出席 届时父女俩将会共同演唱 那首经典的《凉凉》 这位歌唱了将近半个世纪的 老艺术家笑着说 唱歌对她而言 就如同品尝美味的鸡肉饭一样 轻松自在 而且永远都不会感到厌倦 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 她愿意一直唱到70岁 甚至更远 一路唱下去 郑静一以其独特的大炮 性格闻名于世 她的辛辣作风 曾经得罪了许多人 她坦率地承认自己 几乎把所有人都得罪了 她曾经说过 那个时候 她就喜欢用毒箭闯荡江湖 她才不在乎别人怎么看 也懒得去理会那些闲言碎语 自从她出道至今 她几乎从未聘请过经纪人 因为她的脾气 实在是难以捉摸 经纪人们都对她敬而远之 她总是根据自己的心情来行事 心情好的时候就会全力以赴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选择休息 更别提去演戏了 过去她最讨厌的事情就是和记者们交谈 如果有人想要拍摄 她都会遭到拒绝 她甚至还会开玩笑地嘲讽他们 因为她根本不需要依靠这些人 她自己就足够强大了 她还自豪地分享了 自己六岁时听到歌曲 就能准确无误地唱出音阶的故事 小时候 她不敢轻易开口 害怕会被人误以为是怪物 而被抓走进行解剖研究 此外 她还得意洋洋地炫耀说 自己参加比赛 从来没有获得过第二名 据说 只要她去参加比赛的那一天 就再也没人敢去报名参赛了 过去的她总是表现得非常自信 甚至有些自负 她不怕得罪人 也不怕被人嫉妒 她甚至骄傲地说 我生来就是为了让别人嫉妒的 但是现在的她 已经逐渐收敛起了那份傲气和锐气 变得更加成熟稳重 参观当日 由于无线电接收状况不佳 郑静一被迫一步户外 顶着炎炎夏日的炙烤 然而 她并无丝毫怨言 反而心怀感激地说道 幸好今天阳光并不炽热 真是太过幸运 对于为何会出现如此深刻的转变 她已充满慈祥父亲般的微笑 做出了深情解答 随着年龄增长 我也迎来了这样一位可爱至极的宝贝女儿 她既乖巧懂事 又富有同趣 让我的生活 仿佛步入了另一个全新的境界 她满怀感激之情地感慨道 人际关系的处理 如同一门艺术 更是一种缘分 我无比庆幸 能够拥有这样一个女儿陪伴在身边 我对此心存感激 郑静一曾被爆出 与500名女性 有着情感纠葛 被戏称为多人运动的鼻祖 面对质疑 她淡然一笑 回答道 我在20岁时便已结识了500位女性 那么请问 如今的我又是多少岁呢 她坦率地承认 确实有许多恋情是真实存在的 但她早已将其遗忘殆尽 甚至在街头巷尾 她时常会遇到那些 对她咬牙切齿的前任女友 但她却始终无法想起 他们究竟是何许人也 她对待感情的态度极为豁达 直言不讳地表示 如果不放手 如何才能迎接下一段美好的爱情呢 这位曾经经历过两次婚姻的男人 从未对自己的任何决定感到后悔 她坚信离婚并非好事 但若非离婚 也就无法迎来如今的幸福家庭 因此 她从未对离婚之事有所反悔 她曾遭遇过恐怖情人的威胁 但她依然坚定地表示 我不喜欢争吵的人 既然有机会在一起 就应该被加珍惜 几乎所有与她发生过争执的女性 她都会选择放弃 她自称是一个温暖的男子汉 只不过在感情方面略显花心罢了 当谭吉近期的生活状态时 她坦诚 自己已经很少进行音乐创作 因为她自认为 已经度过了四五十岁的创作黄金时期 即使创作 也难免会感到力不从心 她感慨万分地表示 如今的生活 不过是为了生存而努力 我已经历了人生中的种种精彩瞬间 光辉岁月以及放浪行孩 到了这个年纪 用两个字形容便是等待 她深知 每个人的一生和命运 其实早已经被设定好了 目前她与孩子的母亲尚未结婚 她直言不会地表示 我这一生注定漂泊不定 我会过属于自己的生活 她不会干涉我 我亦不会伤害她 她现任的女友 从未有过恋爱经验 也没有太多的朋友 唯独与她相伴左右 有人猜测她 或许是上辈子欠了她的债 但她却坚信 这是命运安排 她来陪伴她度过余生的 她同样从未进行过健康体检 她获达地表示 如果检查结果显示身体健康 岂不是白忙活一场 若是发现身体不适 只会徒增烦恼 何必去理会她呢 她坚信 每个人的一生和命运 都是被程序预先设定好的 回顾2011年的那次 违禁品摄入风波 她坦诚当时内心深处充满恐惧 担忧自己是否会被关押20年之久 历经人生低谷的她坦言 通过这次违禁品事件 我深刻体会到 任何行为都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 据媒体报道 这位名人为现任配偶 相处长达20余载 并共同孕育了一位活泼可爱的8岁女儿 其女儿时常通过互联网 搜寻与其父亲有关的资讯 因此对其非凡的成就 均有深入了解 对于所谓的500任 女友传闻 她坦诚地解释道 自己曾在同一时期 与数十位女性保持着恋爱关系 每个月都会更换一批新的伴侣 女儿在旁边为她的言论进行补充 如同领取口罩一般的生动形象 使得在场观众纷纷捧肤大笑 正进一身性 女性乃是地球上最为美丽的生命体 每个人都拥有独特的魅力 因此她不愿错过任何一次 与她们接触的机会 因为女性实在是太有趣了 当被问及是否担忧 女儿日后可能会遭遇 类似于自己的花心男子时 她以幽默诙谐的方式回答道 这便是因果循环 我曾承诺 将来要生个女儿 为他人复仇 甚至自我调侃 女儿将从父亲的经验中 领悟到天下男人皆不可靠的道理 如今的她 已回归家庭生活 不再热衷于追求异性 只需静静地坐在路边欣赏 便能感受到内心的满足 然而 她亦承认 现今社会与过去截然不同 年轻人若出现劈腿 外遇等行为 甚至同时 与多人交往 实际上也是一种正常的人生经历 自从有了女儿之后 她甘愿成为一位尽职尽责的好父亲 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女儿的成长过程中 频繁在社交平台上 分享她们的幸福时光 展现出对前世情人无尽的关爱 早年间 她的前女友接受采访时曾透露 在与她相恋期间 便已知晓她的风流运势 但如今有了孩子 她几乎每日都在家中陪伴家人 令她倍感安心 谈及女儿与丈夫之间的互动 她分享到 每当看到其他女子围绕在父亲身旁时 女儿总会感到嫉妒 甚至连自己与丈夫牵手 都会引起她的不满 而郑静一提及前女友时 也不禁流露出深深的疼惜之情 2017年2月 她与张逵共同参与录制了综艺节目 《哇哇哇》 节目中两人畅谈往昔岁月 分享了那段激情燃烧的日子里 所发生的种种故事 郑静一还坦言 看到对方豪爽地挥霍金钱的样子 心中充满了敬仰之情 然而张逵却语出惊人地表示 金钱乃身外之物 说了便重新开始 这段话也成为了郑静一永恒的经典名言 她笑着说道 我只是渴望体验失败的滋味 那些无法承受失败的人 就让我来承担吧 两人的对话妙趣横生 互相揭露彼此的伤疤 引得观众笑声不断 节目中张逵回忆初次见到郑静一时 便遇见她必将大红大紫 然而在谈论到她丰富的情感历程时 她却开玩笑地指责道 女人与她在一起会难以割舍 她简直就是个魔鬼 而郑静一则会选择与我共度时光 这种选择并不明智 我非常明白 因为我无法长期与同一个女人 维持亲密关系 我也并不希望如此 然而她却坦诚 自己天生如此 对此无可奈何 自古以来才华横溢者 往往风流倜傥 而她恰恰正是其中之一 人们不应因此而责备她 她还透露 歌曲爱情过路人 乃是依某位女子离去 而悲痛欲绝之际创作出来的 表达了世人在面对失恋时的痛苦心情 然而 这些情感往事 却遭到了现场嘉宾们的无情嘲笑 一月份的某场活动 她直接摊牌了 台下观众纷纷感叹 老人离去 新一代创作人 能否延续闽南语歌经典 郑静一坦言 曾受业于歌手许富凯 可惜对方并未领悟其要义 歌声优美动听 可惜未能真正把握闽南语的韵律声调精髓 实在令人惋惜 主持人大呼你 也来教教我 却遭她婉拒 笑称你 还是做个听众吧 连许富凯都学不会呢 音乐会尾声 她献唱了那首著名的 《家后弹极创作》过程 她直言不讳 这是写给男人们听的歌 许多人都未知落泪 女人一生最宝贵的就是青春 她们将最美的时光奉献给你 希望你们能够珍视 郑静一的生活态度获达潇洒 正是这种率性真诚的个性 使她的作品独具魅力 愿她和家人未来幸福安康